那面如银盆的月亮 时而被乌云遮住 时而又从乌云中探除 我看着想着 啊 云聚上有云散时 月亮最终是不会被遮住的 风节就不同了 他的靠山王府和贾府 均走向衰落 又因受贿害命而酿成大狱 更因嫉妒而使贾连恼恨 他的结局必定悲惨 再无流暗花明的可能 我突然想到 何必急于让贾连修起他呢 让他七七惨惨一回后 再修他也不迟吗 想到此处毛色顿开 万法随之而来 故事情节呼之欲出 我再也躺不住 一跃而起将油灯点亮 拿出笔墨 又去拿纸 却没有 纸呢 纸呢 我急得团团转 大呼小叫 把刚刚进入梦乡的阿芳清醒 纸呢 纸呢 哎呀 急死我了 你那白布包里没有 就是没有了吧 阿芳见我急不可耐 急忙批一下地帮我找 我这才想起 纸是已经用完了的 这可如何是好 这可如何是好啊 阿芳见我抖动着双手 直到所用甚急 他也急将起来 也是急中生智 他发现了墙上挂的旧年黄礼 速拆开反折上 递到我手中 我接过那发黄的纸 激动不已 抱住阿芳的头 在他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然后转身回油灯下 飞舞起寸许阳豪 书写下王熙凤 漆漆残残的下场来 王熙凤出狱后 人已经十分憔悴 自然也衰老了许多 回到家中 整齐位置早已被平儿代替 便是妾的位置 也已归了秋童 家莲为折磨他 让他位居秋童之下 而且像女仆一样 必须去干杂活 心傲气盛的王熙凤 哪里受得了这个 他知道 家莲是在对他无情报复 他最终被家莲休憩 再回金陵娘家的路上 惨死在一座废寺中 被人用破袭裹葬 阿芳一直陪伴着我 把旧皇帝一张一张反折好 竟成一落 然后悄悄退下 我在灯下得以聚精会神 将此情节一气合成 放下手中笔 才觉得困乏 伸个懒腰 舒展舒展 其身一看 大吃一惊 原来阿芳没睡 就在身后坐着呢 我心头一热 一股暖流 快速重变全身 一耙将他拦在怀里 拥抱着 亲吻着 干嘛累着一个 还搭着一个 你怎么不睡呢 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睡不着 告诉我 你又想起了什么 哎呀 小点劲 你把我的脸蛋咬破呀 你在那儿写 我在后面猛然想起 十几岁时 有一回 老爷追问你的学业甚急 你夜里不敢睡觉 在油灯下读书写字 当时 我在碧莎厨里看着你 心想 咱们要是夫妻多好 我就坐在你身边陪着 你不睡 我也不睡 就像这些 没在想别的 想了 如今也不怕你笑话了 满脑子只在想坐花轿呢 唢呐声声 吹吹打打的 后来呢 后来你睡了以后 我才入睡的 就没想入冬房的事 吹你的 我的耳朵被阿芳揪住 我的舌头 伸进了阿芳的樱桃小口 那一碗最甜蜜 我们是人间最幸福的人 春去夏至 下退求来 独自深山野游著书 依然是我最大的兴趣 我要把后续书写完 不写完 心病难去 无以安宁 那些时光 我不愿见人 不愿会客 以心之在续书上 那日 我在风僧洞旁的大清石上 正邪的顺手 忽有狂笑声在身后响起 我大师已经回头一看 哈哈 原来是空空道人 这老道真正是先锋道骨 白染飘飘 寿骨临寻 却精神绝朔 但那笑声就不同一般人 阴似同中 低气十足 一笑声震伤骨 我急忙起身失礼说 不知道长大甲光临 失礼失礼 空空道人说 我若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曹雪芹 对吗 逼人不猜 正是曹雪芹 哈哈 曹雪芹啊 曹雪芹 你把我的好了哥 用到你的书里去了 并骂我是博足道人 你是何等无礼 道长明鉴 可不要冤枉了我 那博足道人的博 可是装出来的 道长再看前面文字便知 他可是一位仙人啊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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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曹雪芹 你那红楼梦我看了 写得好 好了哥 改得也好 我的好了哥 只是全人一心向佛 你那好了哥 含义可就深了 尤其后面的注解 读来真痛快 那才是全是行事的大作 空空道人哼哼唧唧 竟吟颂起来 漏室空堂 当年护满床 空空道人吟诵吧 余兴未尽 仍兴之勃勃地说 薛芹啊 你这文章写得痛快 一句话说尽了天下事 从帝王奖项 到才子佳人 从大小惯例 到不一俗人 各种拼杀打斗 强烈争夺 到头来 还不都是一场空芒 那博足道人称赞 真是银解的切 我也该称赞你解的切才是 我赞赏说 道长真是神人 空空道人侧脸看着我问 此话怎讲 我笑着说 道长有真功呢 居然能逼迫都统贺端 给您下跪求饶 空空道人也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薛芹 我这空空道人 今日却不空空 葫芦里满着酒呢 哈哈哈哈 来 我赏你薄饮 听说有酒 我立即如拉洞的皮影人一样 精神起来 忙让空空道人坐在唯一的石凳上 我蹲在旁边 等待开宴 先别急 你可有下酒之物 有 我忙从怀中掏出两个波波 递给空空道人一个 哈哈哈哈 妙极 有酒有此物 足矣 来 喝酒 我接过酒葫芦 咕咚咕咚的灌浆起来 空空道人突然夺过酒葫芦 嚷道 哎 这种喝法不行 你是文人 须文雅些才好 我说一首诗谜 你来接 若解得切 这酒任你喝 若解不切 这酒任我喝 如何 哈哈哈哈 如此最好 这种喝法才有意思 你来说 一树红杏 各个青 阴天下雨 满天星 三个老道四面坐 不言不语 念真经 你解 你解 我想了想 这是什么玩意儿 便嚷道 道长 您这是魂说呢 世上哪有这种事 好啊 你果然解不出 这酒 该任我喝了 说吧 杨伯冠江起来 我急忙将酒葫芦夺下 我只说一句话 还没解呢 你看 我在世上携出谜底 为之有也 空空道人一看 两手拍腿道 完了 这酒 我又喝不成了 我高兴得几乎要蹦跳起来 举起酒葫芦就喝 只喝几口 却又被空空道人夺下 哎哎哎 蝎琴 慢来慢来 你一气喝干了 还有什么意思 咱们对聚取乐 胜者喝酒 这个不难 我自然答应 空空道人摇头晃脑道 我一听这句子出得真怪 略一沉思 便对道 芒丁 马蹄蹄 人生几何 何如美酒 尝满杯 我愿长醉 醉食相拥 花月睡 哈哈哈哈 好个曹雪芹 真是鱼出惊人啊 真潇洒如玩仙一般 我比你夺活了几十年 常穿行与花月之间 也没敢想 相拥 花月睡的奇句 怕了 不与你对了 看来 今日这酒 是非法 我不可了 说着 杨伯朝自己口中灌去 哎 哎 道长慢慢来 道长弄错了 是胜者喝呀 该给我才对 空空道人摇摇葫芦 已经空了 哈哈哈哈 是个空葫芦 你要他何用 说着 烈烈切切的起身 晃晃悠悠的 奔光泉废死方向而去 边走边引导 假作真实真义甲 无为有处有环芜 天高地阔 常幽幽 醉时欢乐 醒时愁 我愿不行整日醉 醉时相拥 花月睡 世事难料 岂有真 是非之在 心外深 望着空空道人的背影 听着他那东一句 西一句拼凑的诗句 细思还真有些神意 尤其后一句 闭目思之 包容广泛 含义深渊 不是能洞察世事的 睿智哲人 岂能说出这种话来 我很佩服空空道人 真恨不得还能有幸再见到他 诗有情一身 乾隆二十六年秋 于景莲赶着毛驴载着礼品 来西山看我 我向李阿芳介绍 李阿芳见于景莲走路 一瘸一拐 如此走法 却赶了几十里路 便非常感动 急忙让座侦查 之后又去安排饭菜 我埋怨于景莲说 先前说好了的 不许你再来看我 怎么又来了 于景莲擦一把头上的汗 笑嘻嘻地说 曹先生 你不要总拒绝我来 比起你救助我的大恩大德 我花这点钱跑这点路算什么 再说曹先生 你娶新夫人 我不来贺习那行 我知信太迟 已经来晚了 于景莲真是个好人 为人诚实 心地善良 知恩图报 做事又极其认真 把风筝铺经营得十分红火 我十分庆幸救助了这样一位 品格优秀的人 那日我没让于景莲当天赶回城里 留住在寒舍 我们相谈甚欢 谈起京师生活 就想起敦敏和敦城二兄弟 还有一些别的老朋友 我与阿方商量 要随于景莲一起进城 去看望那些老朋友 阿方满口答应 只是劝我不要喝海酒 以免伤身体 劝爸又说 哎 我知道 我这话是多余的 你只要去 没个不喝的昏天黑地的 我笑道 夫人放心 两天后 一定还你一个 神气十足的曹雪芹 很想让阿方一同前往 去京城 看看皇室宗亲的气派宅院 阿方却拒绝 说一个副导人 去了多有不便 别说喝酒 说话都不随便了 我想也是 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大早 我随于景莲一起进京 一路上 于景莲非让我骑上那头小驴 我哪里肯移 一个腿残的人牵驴 我却骑驴 我怎能做那种事 后来说定 每人骑一程 轮流歇脚 这才作罢 一路上 因想念敦敏敦城 兄弟心切 便不由自主地 数说起来 于景莲听说 二敦都是黄袋子 便惊奇地问 先生的这两位朋友 还是皇室宗亲呢 我说 敦敦敦城 可是大有来头 他们都是 英亲王阿纪格的 五世孙 阿纪格在 多尔滚死后 因急于谋取 辅证王之位 被夺绝抄家 直至赐死 全家人 从此被 阁除踪击 于景莲 叹道 哎呀 真可惜 敦敦敦城 没能享受 族上的阴德 却受了连累 我叹道 是啊 阿纪格失败后 他们全家 都被宗室出名 变为庶民 直到康熙少 虽然 让他们又回归宗室 允许束黄呆子 但后代 一直受冷落 当今圣上临朝后 敦敦的父亲 才开始被启用 给个西风口 地方睡观座 于景莲又问 先生说 敦氏兄弟 既是先生的朋友 又是先生的弟子 先生在敦敦家 交过书馆 我笑道 哈哈 我刚才 喜马游将乱说一通 原来 你都记住了 我不是在敦敦家 教书馆 而是 在内务府的宗学里 当教习 专门教汉文 啊 回想起来 那些时光 真是十分难得 我与敦敦敦城 二兄弟 相处甚独 我既是他们的先生 又是他们信得过的兄长 我们经常饮酒作诗 优趣极了 于景莲笑道 曹先生大有学问 对人又特别友善 亲切 没有架子 曹先生为人 真没得说 只是 没能随弯就弯 浑身才能 没得施展 曹先生 真是委屈了 说话间 一进入京城西之门 我该与于景莲分手了 于景莲反复成腰 我定要去他家做客 我再次答应后 他才恋恋不舍地 牵驴而去 敦敦的府邸 称魏园 是在宣武门内 太平湖畔 敦城的府邸 则是西园 由西之门向南部远就是 在敦城的淮园北面 我必须先到敦城的西园 然后才能到敦敏的淮园 于是我心急如焚 三步并坐两步 直奔敦城的西园而去 敦城的西园颇具名声 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 西园中有甲山一座 山上处立古松四竹 敦城为此营造 四松草堂为自己的书斋 并别具匠心 银水登高 载绕草堂弃食为食 使泉水城瀑布 早就白炼横空飞挂之景 形成奇观 西园中有孟陶轩 朱雀亭 武护庵等景观 建造精美独特 更有深意的是那些名号 蒙桃轩显然是在崇尚陶渊明 朱雀亭非常有心意 武护庵是指什么 护为官 这又是敦城的怎样一种心思 敦城自好贤庸子 平时好宾客 长腰文人名士 诗酒畅鹤 有了四松草堂还不罢休 有校坊 纯须农舍 别够小屋 门悬一连 取名葛金居 专门在此饮酒待客 敦城压性如实 怎能不让我心痒 不让我想立即见到他 来到敦城的西园 门子是我认识的 立即向礼禀报 敦城匆匆出四松草堂 迎接时 我已经来到他面前 敦城这不守规矩的学子 居然跑上前抱住我 我大喊 成何体统 还有一点失声规矩吗 敦城哈哈大笑 先生息怒 弟子稍后请罪便是 先生直说 是用南九请罪 还是用掐头去尾的 玉泉二国头请罪 一听这话 我便狂笑不止 说 当然是玉泉二国头 最能清洗你的罪过 别忘了 玉泉二国头 可是已有五百年的道行 我们说笑着 进入四松草堂鼠 我发现 敦城的书腕上 放着不少诗稿 立即好奇地上前观看 单见一摞诗稿上写有 茂宅诗超 另一摞诗稿上写着 四松堂吉 我惊呼道 啊 敦城弟 你和敦民都要堪印诗集啊 敦城羞怯地说 先生 您见笑了 我们写的哪里是诗 与先生您比 可是小屋见大屋了 别 别 我不愿意当大屋 咱们最好都不敢无师 我边说边翻看诗稿 突然发现敦民写的一首诗 与我有关 便瞪大眼睛细看 诗稿写道 短情独队 酒瓶青 鸡闷连消 百感声 尽气淫穷 清夜雨 隔林崩雨 剁缘声 故交一别 经年阔 往事重提 如梦经 一座西风 秋立剑 看人彭河 快云成 读把敦民的诗稿 我哀叹不已 说 故交一别 经年苦 敦民肯定是指我 前年南游江宁那段时间 啊 独夜 鸡闷难消 对灯自淫 回忆 往事故交 这样的心境 我在江宁也有过 常常夜不能寐 想念你们兄弟 敦诚说 我也曾经学过一首 怀念先生的诗 先生还没过目呢 正好 我要收进 四松堂吉 先生先指点指点吧 敦诚说吧 从他的诗稿中翻找出来 我展目一看 丹剑上面写道 姬怀曹雪芹 少林西赠曹将军 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有无奈将军后 于今还赌 彭薅臀 扬州旧梦 久已绝 且驻林穷 独鼻坤 爱君师比 有其气 直追昌古 破离凡 当时虎门 鼠尘息 西窗简竹 风雨昏 街里倒住 荣君傲 高潭雄遍 失守门 赶时司君不相见 祭门落日 松廷尊 劝君莫谈 石刻夹 劝君莫寇 赴儿门 残羹冷至 有德色 不如著书 黄叶存 看后 我百感 焦急 深情地说 敦城啊 你们兄弟 真是我难得的知己 敦民一别惊年 便 鸡闷连消 百感生 你呢 随父亲 上任西风口 与我不得相见 也 赶时 死君 浮相连篇 碎城 家具 名篇 寥寥数语 却内容涵盖丰富 感叹身世 评判诗笔 怀疑 咱们在宗学的生活 有苦口婆心地劝慰我 好兄弟 你的良苦用心 我深深理解 我一定会把《红楼梦》书稿写完 写好 不负你一帆期望 敦城欢喜道 说起《红楼梦》 有一件喜事我还没禀报呢 有个叫《明义》的年轻人 读把《红楼梦》抄本后 写下提《红楼梦》二十首诗 那真是洋洋打官 对你的大作是极好的平憾 我惊喜道 哦 还有这事 明义是何许人 可否隐见隐见 敦城说 林剑不难 只是他此时没在京城 与兄长敦鸣出公差去了 这个明义嘛 要说与我家还有亲缘关系呢 我书便是明义的唐姐账 明义的哥哥又是我的朋友 其实《明义》看的《红楼梦》抄本 就是我书收藏的那一本 我笑道 那可是个老本子了 是第三次增删稿本 如今我已争三过五次 变化已经很大 敦城 可否让我看看明义写的二十首祖诗 敦城说 就是为你而备 怎么不可以 敦城从书厨中 找出一个现装的小册子递给我 我急不可耐地打开 一口气读下去 但见那二十首提诗是 提《红楼梦》 曹子雪芹所转《红楼梦》 背记风月繁华之盛 盖其仙人为江宁之灶 其所谓大观原者 即今随缘之之 悉奇书未传 是显知者 于见其超本言 其一 家缘结构泪天成 快绿宜红别样明 长坎曲栏 随处有 春风秋月 总观情 其二 宜红院里 窦交鹅 地地宜宜 笑语和 天气不寒 还不暖 同龙日影 入联多 其三 萧香别院 晚沉沉 闻道多情 负病心 瞧向花音 寻侍女 问她曾否泪沾金 其四 追随小蝶过墙来 忽见丛花 无束开 尽力一头 还于靶 上完一雀 再 苍台 其五 师儿 王子 废一猜 泪位全收 笑又开 三尺玉螺 为首帕 无端志趣 傅抛来 其六 晚归 博罪 冒延期 错任窝儿 换玉梨 忽向内房 闻雨笑 强来灯下 一回息 其七 红楼春梦 好模糊 不计金差 正复途 往事风流 真一瞬 提师赢的 净功夫 其八 连笼敲敲敲 空经沟 不时多人 何处游 留得小红独坐在 小胶开净 与梳头 其九 红螺绣鞋 树仙腰 一夜春眠 浑梦交 小奇自惊 还自笑 被他偷换 绿云霄 其时 仁护愁惊 坐上人 敲来阶下 慢 群寻 分明窗指 两挡影 消于分序 听不真 十一 可奴 可奈金蚕 欲正愁 泪痕无尽 小河游 忽然妙响 传奇语 博得多情 一转谋 一转谋 十二 小夜和羹 玉手江 宜他无味 要他长 晚边雾落 纯红印 便觉新天 一样香 十三 博取金钗 当酒筹 大家今夜 集筹谋 醉依公子 怀中睡 明日相看 笑不休 十四 并容欲绝 盛桃花 武汉朝回 热转家 有孔意中 仍看出 未言今日 较差些 十五 威夷地地 若山河 环靶风流 夺其罗 不似小家 居树台 孝时偏少 莫时多 十六 生小金龟 性自娇 可堪魔者 己多宵 芙蓉吹断 秋风狠 心累空城 何处招 十七 锦衣公子 灼蓝牙 红粉佳人 未破瓜 少小 少小不妨 同事踏 梦魂多个 仗而杀 十八 伤心一首 藏花瓷 似衬成真 自不知 安得返魂 相一缕 起轻尘故 续红丝 十九 莫问金音 与玉 与玉圆 聚如春梦 散如烟 石归山下 无灵气 纵使能言 亦枉然 二十 转欲吹金 未几春 王孙受损 古临寻 青蛾红粉 归何处 惭愧当年 十纪轮 看吧 这一组提诗 我心中泛起万般感慨 非常感谢名义诸君如此看重《红楼梦》 这二十首七言绝句 可是高度概括了着作的内容与执意了 我深知 写这二十首祖诗要费多少心血 若不精心研读 只是浏览看热闹如何写得出 我惊喜一场赞叹不止 能得到读者如此关爱与青睐 十余年的心血啊 总算没有白费 数千个日日夜夜的如痴如狂 担惊受怕 多少岁月的坎坎坷坷 还有那无数变故 突然一股脑 拥上心头 竟是我没能控制住 眼泪猛然冲出 露了丑 敦成很慌神 急忙上前拉我的衣袖 说先生 先生该高兴才是 先生的红楼梦早已在京城悄悄传开 很多人在偷偷传钞 听说已经传到外声 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弟子敢断言 先生的红楼梦 受人如此钟爱 定能传世 听到这话 我顿觉不妥 赶紧说 糟糕 如果然如你所说 京城已经传开 而且传到外声 可是非常不好 敦成急问 为什么 先生还是怕文字玉吗 文字玉在其次 如今外面流传的抄本 并不是定稿 比如明义的这二十首祖诗 看的就是第三次增山稿本 他那诗里已经表现出来 如今我手里的第五次增山稿本 并不是那样的 敦成也十分遗憾地说 原来是这样 先生 出入大吗 我说 怎么不大 有很多不同 比如第三首诗 宝玉问黛玉是否泪沾金 后来就改为问病 已经不是问窟 旧稿中没有情文思善 所以第六首写情文的诗 也没有思善 如今的稿本 却是有情文思善的 第十八首 是些宝玉给小红梳头 如今的稿本 也已改成为 宝玉为摄月梳头了 还有林黛玉的死法 新旧两稿也是不同的 敦成笑道 先生 我又要求你了 我的抄本也是旧稿本 我要重抄 先生 可否借我新定的稿本 我笑道 别人不可 你还不可吗 只要你想我 玉拳二国头便可 只是我还没写完 等都订稿后便拿来 敦成大喜 极好 极好 先生 还等什么 快去隔金居 我就去取 我去取 玉拳二国头 兄长不在 我带兄长 敬你酒 我却白手说 忙什么 酒是不会被人抢去的 我倒要好好看看 你和敦敏的诗集 啊 能堪印诗集 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敦成文言 急忙赢我的文案前 十分欢畅地说 先生 我们弟兄的诗集中 都有与先生相关的诗口 先生还记得我用陪刀还酒 请先生通饮吗 我惊喜到 怎么不记得 那次我去找你兄长敦敏 在怀院门口 正遇上你这个小烟氏酒徒 你我身上都没有银子 你却非要饮酒 应是把我拉进酒馆 用你的配刀换酒 你是不是有诗作记此事 快拿来我看 敦成笑道 先生猜得不错 急忙翻阅检索 我接过一看 诞见 配刀制酒歌 秋晓 与雪芹先生于怀园 风雨临层 招含席媚 时主人未出 雪芹先生 酒可如狂 于因皆配刀姑酒 而饮之 先生欢慎 左长歌 以谢鱼 鱼亦作此达之 我闻贺见湖 不惜金龟 至酒炉 又闻软瑶疾 直写金雕 作惊息 皆与本非二子狂 瑶间更无黄金当 秋气酿寒风雨恶 满园雨柳 飞仓皇 主人未出童子睡 甲肝梦涩 何可当 相逢旷是 纯于背 一旦 岔壳 温枯长 生外长物 亦和有 鸾刀昨夜 磨秋霜 且姑满眼 作软宝 谁辖其阁 分低昂 园中两入 何防治 孙记温袍 虚仙长 我今此刀 空作配 岂是旅前 以往降 玉庚不能 买剑毒 杀贼何能 临边疆 位若一斗 富一斗 令此干费 生脚忙 曹子大笑 称快哉 鸡时作歌 声朗朗 知君诗胆 稀如铁 勘与刀尹 娇寒光 我有古剑 尚在侠 一条秋水 苍波梁 君才一色 躺玉拔 不防着地 割亡朗 看巴敦尘的 佩刀制酒歌 我哈哈大笑 说 好啊 你这个烟饰小酒徒 还记得我 及时作歌 声朗朗 回想起来 那日清晨 我们对酒当歌 是何等快活 你做佩刀制酒歌 又载入你的 四松堂诗集 这可好了 定可成为一段佳话 流传开取 敦尘说 其实 我是为答谢你的 长歌所作 先生可否将那首 长歌词我 一并搜尽 四松堂诗集 堂能完毕 那一佳话才完美 我笑道 也好 下次带来 你们兄弟的 这两侧诗集中 还有没有与我相关的诗作 我还想看看 敦尘说 兄长还有一首诗 我觉得收尽 诗集不妥 再犹豫不定呢 正好 请先生指教指教 敦尘 翻找敦敏的 冒斋诗抄稿 拿出一首递给我 我展目一看 原来是一首赶怀石 偶遇秦谱赶怀 秦谱曹军别来 以异载于矣 偶过明军 领养时宣 阁院闻高谈生 一是曹军 急救相访 惊喜意外 应呼酒化旧事 赶成长举 可知也和 在机群 隔院惊呼 亦被阴 雅时我见 朱太傅 高谈军事 梦参军 情怀旧梦 人游在 烟室悲歌 久亦熏 忽曼相逢 贫拔妹 年来俱赞 敢拂云 看吧此诗 我立即阻止说 这首诗 万不可收紧世纪 你看头一句 郭敏把我比作野鹤 却把其他文有比作鸡群 这是万万不可的 我哪里就鹤里鸡群了 还是只野鹤 要说 郭敏的良口用心 我能深深体会到 他是要说我 闲云野鹤 超然洒脱 但不可谓 捧我 去贬低别人 敦诚说 正是呢 我也是在为 鸡群之说 感到不土 看来 这首诗 不能入选 或者 等兄长回来后 再推敲 将鸡群 改掉再说 我笑道 敦鸣用鸡群二字 完全是为抬举我 只要 别想着抬举我 鸡群二字 是好改的 要说那一次相见 的确值得 以师计之 我那次 其实是刚从南方归来 离别一年多 非常想见一见 你们弟兄二人 不巧 找你 你不在府上 去怀园找敦鸣 半路上遇到鸣林 便被他 硬拉扯进 他的杨时轩 敦城高兴地说 后来 我听兄长说了 他路过杨时轩 隔着高墙 便听见 是你在高堂口论 他惊喜地 跑步进院 与你纠缠在一起 鸣林 随即摆酒设宴 你与他们 述说难有经历 追忆情怀救梦 十分精彩 可惜得很呐 我没能在场 没能听到 你是如何找到 初恋情人 如何迎娶 现今 骚夫人的 我哈哈大笑 这又何难 快用御拳 二锅头 想我 这就说与你听 敦城 惊喜一场 当真 快 跟我去 葛金居 除夕 闻星路 乾隆 二十七年 正月底 我的身体 总感不适 胸部 常有震痛 发作 我是懂些医道的 在家细心 体会 便知 是肝上有病 肯定与酒有关 阿芳 知此阴游后 力劝我戒酒 并将我严管起来 身体总有不适 酒 喝得少了 文字 写得也少了 烦门之下 唯由去山林里 闲逛 那日 闲逛到法海寺 与方丈 说得太透极 不觉 天色已晚 方丈热情流速 我也就没推辞 在寺中住一晚 转天 我又在法海寺 逗留半日 回到家 天色已晚 我一进家门 天尔就迎着告诉我 说是 有人来找 我急忙进屋看 却不见人 阿芳说 来了几波子人呢 先是 敦敏敦成儿兄弟 正说着话 厄比也来了 坐了一会子 不见你回来 厄比 非让他们去 认认他的家门 便都领了去 让你不论早晚 都要过去呢 我见桌上 铺着几张大纸 便点灯来看 其中有一张 是我昨日的画作 张有提字画石的 诗一首 爱此一泉石 玲珑出自然 夙缘应太古 堕事又何年 有志归顽脯 无才去补天 不求腰中赏 潇洒 做完仙 画面上是一块 丸石 配上此诗 实是我当时 心境的真实写照 我发现 自提诗的下面 另有一首 很惊喜 冰烛细看 但见上面写道 提 秦朴画石 敖骨如君 事已齐 临寻更见 此之离 醉于分扫 如传笔 写出胸中 快累时 敦骨心思秋月 啊 知我者 敦骨也 这才是真正的之音 我心中说 我每日的辛辛苦苦 天天的四杀如狂 有几人能解 敦骨解得彻底 解得准确 敦骨知道 我胸中有快乐 这快乐如墨 酒如水 以酒交之 泡之 最后如泄洪般 奋扫如船之笔 或为诗 或为画 或为书 嬉笑怒骂 放歌悲哭 书响书之书 言语 言之言 何等快哉 一生能有己知己 我愿足矣 另一张纸上 亦有两首诗 都是 赠曹琴谱 敦城十月 满镜蓬蒿 老不华 举家十周 九长奢 横门门 爬门门 门门 愁金 雨 废管 颓楼 梦 就家 丝业清前 留刻醉 步兵白眼 向人邪 阿谁埋雨 珠干时 日望西山 参目霞 敦门 避水青山 取静霞 避罗门巷 足烟霞 寻诗人去 留僧舍 卖话前来 富九家 烟士枯歌 悲欲和 情怀风月 亦繁华 心愁旧恨 知多少 一醉矛桃 白眼邪 独霸二敦的诗 我百感 焦急 激动不已 我的清平 凄凉近况 他们表示出 深深的同情 对我坚持 自己的个性 和人格 也表示理解 和赞许 敦士兄弟 真是我的铁杆之急 有这样 相知甚深的朋友 做精神支柱 真是人生 一大幸事 我心急如焚 恨不得 立刻见到他们 我向阿方 达声招呼 又亲了儿子一口 匆匆出门 大不留心地 奔恶比加去 阿方在后面追着 这是昨天的事了 只怕敦敏敦城 已经回京城 你还慌什么 我一边急不走 一边说 那我也要去看个究竟 结果 我扑了空 阿比告诉我 敦敏敦城 因家中有事 不能逗留时间太长 已经达到回府了 初春时节 接到敦敏一封书信 拆开月时 方知是一首小诗 上面说 东风吹杏雨 又早落花尘 豪网 雇人驾 来看 萧苑春 诗才 亦曹直 九斩 溃尘尊 上四前三日 相劳 醉必因 看把方知 这是一份勤俭 上四节 是三月三 前三日 当为初一 初一 是个什么日子 情趣 醉必因 又有心有 开家宴 举行诗文酒会 诗文酒会 何必非要定在初一 我猛然想起 三月初一 是敦城的生日 掐指一算 敦城 正是三十而立之年 这个生日 可是极重要的一次啊 啊 原来 看萧苑春是假 赴生日宴会是真 敦民何故如此 为何不实话实说 细想来 敦民实在是用心良苦啊 他若直说 我必会为这份受礼而发愁 他是知道 我应酬不起的 故托子 让我去看他的小院春 只为看小院春景 就不要考虑 带什么礼物了 哎 敦民小弟啊 真是个细心人 我终于没去赴约 原因有二 一是 我不能装糊涂 空手去赴宴 可背离 又背不起 二是阿方祖兰 说是 去闭嘴 与肝病 有百害而无一利 此言甚是 我不去便罢 一去 岂有个不开怀唱吟 以嘴防休的 人没去成 心可乱了章法 三月初一那天 我心神不定 坐卧不宁 阿方见我如此难受 便优待接近一次 亲自打酒来 陪我一饮 但严格控制酒量 不仅仅是 梅府敦城的寿宴 阿比来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 阿比自打知道 我那病与酒有关后 就很少来 我们这两个酒徒 在西山是有了名的 只要碰在一起 酒喝 风喝闭嘴 因此 他如今不敢再来 六月十八 是我的生日 还差几日没到 阿方就为此事操心 我劝道 富贵人家过生日 需要操心 咱这一瓶如洗 就好办多了 一碗炸酱面便可 阿方笑道 你倒能将就 那也忒寒酸了不是 打不起红宝石的 大金锁 也该打个 绿宝石的小金锁 请不起大西班 也得请个小西班呢 我心头一震 阿方这是在逗玩呢 他说的是 我十三岁那年 在江宁之灶过的生日 那绿宝石的小金锁 就是他倾其 所有手势给我打的 旧式重提 又是在这档口上 勾起我很多美好 而又心酸的回忆 使我越发爱恋阿方 此时 我的心态 真像初恋情人一样 我想起 在碧莎厨里 阿方给我挂金锁时 忍不住亲他 使他生气的样子 便按捺不住 恨不得马上就亲他 这时亲他 他绝不会像小石那样生气的 我蠢蠢欲动 突然想起 田儿还在身边 看他一眼 他正纳闷地看看我 又看看阿方 终于问 爸爸过生日 真的要唱戏吗 阿方笑道 田儿当真了 到那一天 让你爸自己唱便可 生日是万不可破费的 因为实在是破费不起 稍微破费一点 就得紧跟着 勒紧裤带生出来 不然就接不上 下次放钱米的日子 哪知 六月十八那天 阿比突然跑来 左手提着酒壶 右手提着鸡和肉 金屋仙嚷嚷嚷 地妹 地妹 今日可不能怪我 今日是雪芹的生日 要怪就怪他 阿方笑道 恶大哥可算来了机会 今日是该开戒 只是要小心 雪芹一喝过量 两肋就胀疼难受 可是要悠着点 阿比叹道 地妹真是贤惠得很 对雪芹帝 照顾得如此细微周到 兄弟 我十分感动 来 这两只大鸡腿 你们俩俩 一人一只 受宴嘛 就得吃好喝好 望着阿比那可爱的样子 我不由得有些心酸 这位当年内务府 光酷银堂主事的大少爷 曾经是多么威风奢侈 但是今日 竟也与我一样 落魄到这种地步 我与厄比颓杯换盏 酒过三巡后 厄比就总偷眼瞟阿方 阿方知其意 便说 厄比大哥 你可要疼言他些个 别喝多了 让他遭罪 要是还没尽兴 我来把斩 你们两杯对一杯 如何 厄比高兴得哈哈大笑 我赞成 我赞成 只怕学琴不干哪 我笑道 你多喝的赞起记账 等我病好后 一病与你算总账就是 酒足饭饱后 厄比谈论起京师 城乡发生的瘟疫 厄比说 老天爷这东西真厉害 威力无边 大得很呐 接不断就惩罚人间一回 你听说了吗 京城内又有瘟疫出现 是斗阵 传得肥快 厉害着呢 九城门外 郊爷处哭声不断 都是脏娃娃的 一听这话 我就浑身发冷 把田儿拉过来坐在腿上 紧紧抱住 阿芳很吃惊 却又自慰 温一是在京城 不会到西山来的 这边是荒山野岭 人烟稀少 到这里来干啥